大慈大悲萧自在 他到底师出河门 他的师父又是谁呢 他又为什么 跟他的师兄一见面就掐了起来 就在刚才 张楚兰刚给众林士公解释完他的阳谋史 黑管就站了起来说道 真是没想到啊 不会真被你小子给压中宝了吗 原来 在暗宝的门口不知何时竟然出现了两道人影 于是众人便立马起身朝来人的方向望了过去 可当来人走近之后 黑管和老孟却皆是一惊 因为门口出现的并不是他们所等的马仙红 而是时老之一的谢空大师和他的大弟子宝文大和尚 黑管这时急忙上前问道 谢空大师啊 您怎么来了 可谢空大师不打反问道 各位都是公司的人吧 那我为何而来 各位还不清楚吗 黑管文言立马陪笑道 您这都多少年的道行了 难道还看不出来我们这里的这点猫腻吗 谢空大师单手合适于身前淡淡的回道 这其中自然是必有蹊跷的 所以我便第一时间联系了赵总 电话里赵总虽未明说 但他的话中也向我透露 这就是个子虚无有的事情 不过 老和尚我还是不放心 总要亲自过来看看 一听这话黑管的脸立马就垮了下来 他心中暗道 您就是怕赵总忽悠你呗 话说我们公司的形象到底是有多不靠谱 这时谢空大师又继续说道 毕竟此事关于一些孩子的身家性命 所以老和尚我总是要慎重一些嘛 看着正与黑管聊天的谢空大师 一旁的张楚兰就小声地问向了张灵御 这老和尚是谁啊 张灵御一脸古怪地问道 怎么 你连这位都不认识吗 他可是时老之一的谢空大师啊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一身的手段都被废 而就在张楚兰与张灵御小声议论谢空大师的时候 就听黑管对谢空大师笑道 既然谢空大师您不放心 那么我就带您去里面转一圈吧 听谢空大师说了一句有劳后 黑管又话风一转令有所指的说道 还真是有意思呢 我想大师您是来平视的吧 那你身边的这位浑身杀气腾腾的宝文大师 这是冲着谁呢 难道是我们有什么势力的地方吗 闻言谢空大师瞥了眼身后的宝文大和尚 就立马回头呵斥了一声 可宝文却一脸轻轻地回了句 师父我实在是忍不住啊 一看到这个触手我就想把他大写八块 此话一出口 宝文就回头朝黑管的身后望了过去 萧自在见状连忙开口说道 师父您身体还挺硬朗的吗 一听这话宝文立马就攥紧了拳头 就见他咧嘴怒喝了一声萧自在 瞬间一拳就朝萧自在轰了过去 而萧自在也毫不示弱 硬是用单手接下了宝文这是大力臣的一击 与此同时满脸轻轻地宝文又愤怒地怒吼了一声萧自在 而萧自在则是咧嘴一笑回了句 师兄咱还真是少见了 可就在二人要继续大打出手之时 却突然传来了谢空大师的一声惨嚎 听到惨嚎 宝文与萧自在立马停手 皆是一脸猛地朝谢空大师望了过去 原来刚才二人双拳轰击在一起之时所产生的余波 一下子就将谢空大师给崩飞了出去 只见此时的谢空大师正坐在地上一边痛哭着的 同时一边大骂着 天理何在啊 有没有王法啊 弟子竟然打师父了 见状 宝文连忙上前将师父给扶了起来并解释道 师父 弟子不是故意的 只是一时没注意而已 谢空大师不满地嘟囔的 老和尚我真是命苦啊 都是收徒弟 你看看人家张之为的门下 算上已经先去的梁道长 十个弟子嘛可真是一个赛一个呀 说完此话 他却突然发现张灵御正站在张楚兰的身旁 于是他又立马改口道 啊不对 现在应该是九个了 随即谢空又叹了口气说道 再看看我身边的你们这几个孽障吧 宝文我一直让你戒称 你说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跟宝金又有什么区别呢 宝文听到师父训话 连忙认错道 师父我错了 我不打了还不行吗 咱们进里边去看看吧 不到片刻 几人从暗保里转了一圈出来后 就听黑管笑道 怎么样谢空大师 我们没骗你吧 这里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废弃的地方 谢空大师文言回道 是啊 这我就放心了 真是抱歉啊 公司想必是有公司的理由 看样是老和尚我多心了 说话间几人已经走出了暗保 谢空大师这时看了眼萧自在 就缓步朝萧自在的方向走了过去 与萧自在擦肩而过之时 就听谢空大师淡淡地问了一句 宝金 我们之间的约定你遵守了吗 萧自在摁了一声回道 除了自卫除魔之外 至今再没下过杀手 文言谢空大师点了点头说道 这岂不是很好吗 可萧自在却伸手扶了扶他那会发光的眼睛说道 只是我的心魔从没消退过 师父啊 恐怕终有一天 我还是忍不住会对普通人动手的 听到这话 谢空大师沉默了片刻说道 只要你还没放弃自己就行 记住我们的约定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败给了自己的心魔 打算滥杀无辜了的话 那么你就来杀我吧 严霸谢空大师便不再说话 看着渐行渐远的谢空大师 萧自在连忙双掌合时说了一句 弟子谨遵教诲 可哪曾想 众临时工们却都做起了吃瓜群众 此时的他们 正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这一幕 当萧自在回过头时 立马众人都做鸟兽散 然而萧自在却突然开口问向了张楚兰 楚兰啊 一直在大山里晃悠的那两个孩子 我们真的不用管他们吗 一听这话 张楚兰的冷汗瞬间就冒了出来 只见他一脸窘迫地说道 不用不用 这事就不劳烦您了 咱们甭理他们 反正他们也不会给咱们捣乱 而萧自在口中所说的那两个孩子 正是一路跟随着张楚兰的陆家兄妹了 就见陆玲珑此时问向了陆玲 哥 张楚兰这次出来 好像跟吴根生的线索没什么关系 咱们还要继续看下去吗 陆玲回道 留下来再看看吧 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毕竟今天就是公司定的处刑日 我其实很好奇公司到底在搞什么 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看着仍静静睡着的马仙红 曲童冷哼了一声自言自语道 过了今天就没事了 公司所做的一切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根本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